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国货运车刚下交流道 疑似是驾驶精神不济 直接冲进了一间家具行 驾驶当场死亡 另外在彰化则是有后座乘客 突然是在停等红绿灯的时候 开了车门 导致后方的机车骑士追撞上去 警方因此再一次呼吁大家 车道上不要任意开车门 以免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路口间湿气拍下 绿灯一亮 这一辆出国货运车 突然直直冲进家具行 车头挤压变形 驾驶卡在车内当场死亡 消防队利用工具撑开驾驶座 才能顺利把遗体搬出来 意外发生在深夜两点多 或者驾驶可能是精神不济 才会酿货 被冲撞的家具行里头乱七八糟 恐怕要一段时间才能回复原状 开车门真的要小心 张花一鸣坐在后座的富人 趁着在等红绿灯时 突然开车门下车要去上厕所 后方的机车骑士直接撞上车门 机车骑士还是一肚子火 幸好当时车速不快 不然可能会抛飞出去 还是提醒民众 开车门下车要瞻前顾后 注意安全 大爱新闻彰化苗栗 综合报道 周末这两天 台湾天气艳阳高照 闷热难耐 西半部留意的是午后雷震雨 而高温闷热的天气 恐怕到明天就会有变化 主要就是台湾接下来这一周 都处在这一大片的低压带当中 有可能进一步发展成为台风 这样去正在密切观察当中 值得注意的就是 明天晚上会有热带新地 其他外围云系 逐渐地靠近台湾南部地区 因此在台湾南方的水气会比较多 那宜花东地区 以及恒川半岛 会有局部比较大的雨势出现 好 从云图上来看 台湾正处在一大片的低压带中 率先影响的就是 菲律宾东方海面上的热带性低气压 它的外围环流 明天晚上会影响到台湾的天气 至于今天明天 两天白天的天气呢 建议大家出门带伞 不仅可以遮阳 也可以防范午后 突如其来的雷震局 至于说到 这可是国际之光哦 来自于高雄市偏乡的 宝来国中合唱团 成军仅仅三年的时间 却获得各界捐助旅费 日前代表高雄市前往南非 参加了世界合唱比赛 以布农组曲 掳获评审的心 打败了14个国家代表队脱颖而出 优美高亢的歌声 爆来国中学生 以这首布农组曲 参加在南非举办的 世界合唱比赛 掳获评审的心 在伴奏民谣组中 打败14国拿下金牌 上台颁奖学生又叫又跳 这么兴奋出了他们都来自偏乡外 就连当初出国的旅费 全都是各界善心人士募集来的 翻车闯爱到宝来 透过合唱团这样的带领 能够把宝来国中的孩子的自信心培养起来 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他们是全校都是合唱团 不是说挑少数的精 荣誉传为国内 乡亲欣喜喜若狂 偏乡孩子的努力终于被看见 用他们自身的力量证明 就算资源在平齐 仍有追梦及远梦的权利 大爱新闻前新王朝中 高雄报道 接着来关心老年失智的议题 以嘉义县来看65岁以上的长辈人口比例 是全台最高的 因此大林慈激医院失智中心的主任曹医师 就走出诊间 主动来到了社区关怀据点 要教导老一辈的民众防治失智症的方法 古色古香的三合院位于嘉义县西口香的柴林角教育基金会 由老宅第三代传人王昆成 发起家族母资千万 历时三年修复完成 2014年开办老人食堂 2018年进一步成立失智据点 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 有健康促进的活动 由朝霸协助我们再成立失智的课程 从65岁开始用餐 然后一直延续到说他有失智的倾向 也可以在这边参加活动 跟这个照顾 大林刺激医院曹文龙医师 承办卫护部共同照护中心计划 今年福岛嘉东区13个失智据点 柴林角就是其中之一 点也有了 人也有了 那现在就时机 那政府的时机也到了 这时候就我们这个医药团队的介入 这个环境是尊重他的 晚上还可以吃顿饭 这样的话能够可以得到家里得到输押 根据台湾失智症协会人口报告推估 台湾2016年失智症人口已超过26万人 再过25年可能会增加到67万人 每百人就有5人可能是失智症患者 所以失智供照中心 辅导社区成立据点 是希望早期发现 早期介入 提供失智者及家属最需要的整合服务 大海新闻嘉义大林综合报道 教育议题则是要来看大学宿舍不足的情形 根据统计 目前大学日间部的学生 总共是有106万人 而宿舍量则是只有32万张床 供给率只有三成左右 是明显不足的 于是教育部现在提出了三大改进方案 大学宿舍价格适中 离学校也近 上下课方便 环境单纯 相较安全 是不少同学们首选 但其实常常供不应求 尤其不少校方有自定申请条件 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住到 北一大概全校6000人左右 可是却只有800个床位 大家付得房租的中间值 一个月高达7500块 第一名是国立的台北商业大学 它的台北校区呢 甚至它的充足率是挂蛋 就是通车啊 然后都要很早起床 同学都希望有宿舍 对 高教工会青年委员会调查指出 全台大专校院学生住宿需求 共缺少26万张床位 第一名是台中超过6万张 其次是台南高雄 台北则排在第四 新建宿舍室 我们提供贷款利息额度 在1亿元的布贴之外 我们现在也跟台北市政府 在南海路那边和南海国际学设置别 然后进行读根 提供跨教室的宿舍 教育部目前拟定 会先看学校既有校地或教室 有没有改建可能 其次再从闲置公有地或国中小着手 最后是和县市政府合作 开放一定比例公共社会住宅 透过跨部会协商三大改进方向 同步进行 希望能为学生住宿问题找到解方 大海新闻综合报道 而跟生活讯息有关的就是 如果是住家或者是小吃店 还在使用瓦斯钢瓶的话 要特别注意了 经济部标准检验局最近发现 有一批大约是10万只的瓦斯钢瓶 在气阀上有漏气的现象 而且这10万只的瓦斯钢瓶 流入到宜来以及双北地区 目前已经回收了4万只 提醒民众可以自行检查 家里头的瓦斯钢瓶 如果一旦发现是问题的瓦斯钢瓶 可以向邻近的瓦斯航退货 保障自身的安全 消防员仔细抽验瓦斯钢瓶 因为接获民众通报 由台湾保安公司进口的瓦斯气阀 出现漏气问题 还已经流入宜兰和双北地区 而随着瓦斯钢瓶流通 还有可能扩大到全台各地 这批问题气阀上印有TPA字样 叉烧有两个原点标示 制造日期分别为2017年9月到11月 只要瓦斯钢瓶开关 符合这三个条件 就是瑕疵气阀 就有客户打电话问问说 那我们这边有TPA的钢瓶 然后又有它那个货号 一样的货号 怎么办 检查出来 就算它没肉 这批货厂商说一定要回收 业者表示 不论瓦斯气体用剩下多少 都能免费换新 民众如果担心自家瓦斯 开关出问题也能自行检测 肥皂水放进去 然后打成泡沫 在开关底下那个地方 给它涂上去 把肥皂水涂抹在开关上 如果产生气泡 就代表有肉气问题 建议民众多一分检验 就能避免瓦斯外泻 引发危险 大约新闻 旅士顺务博勋台北报道 国际间瞩目的焦点 就来关心的是 泰国这一支少年足球队 13人获救之后 陆陆续续送往医院隔离治疗 泰国的卫生部长表示 大家的身心健康状况 都相当不错 这个星期四就能够出院 而少年们也透过镜头 向大家报平安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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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足球隊13人出院後 這場宛如電影情節的洞穴受困季 還沒告一段落 因為好萊塢打算將這場 絕地救援的過程改編成電影 引頸期盼的網友 連電影名稱和海報都想好了 可惜的是 38歲的泰國海報部隊前成員薩馬恩 在運送氧氣瓶的過程中溺斃 看不到男孩們恢復健康的模樣 泰國總理表示 國王頒布御令 追封他的軍階到少校 並且頒布一等白相勛章 表揚他舍己救人的精神 大愛新聞周部現編譯 再來關心的是 非洲最古老最高大的狐孫樹 在南非已經屹立不搖 1000到2500年 卻在過去12年間 陸陸續續死亡 研究人員推測 氣候變遷拉長了旱季 是狐孫樹死亡的主要因素之一 廣闊的草原中拔地而起 看似微風凜凜 但靠近一看 整棵樹都已枯萎 國際期刊的研究發現 非洲十三棵屹立 1000到2500年的狐孫樹 其中九棵 短短12年間枯萎死亡 香港小田船 研究報告指出 氣候變遷拉長旱季 去年四月因為缺水而枯萎的狐村樹 今年就算雨量豐沛 也長不出嫩芽 另外負責傳花受梗的蝙蝠 數量大幅減少 也是狐村樹死亡的原因 狐村樹遍布世界各地 目前只記錄到南非的狐村樹大量死亡 不過它的外形可謂獨樹一格 高度五到三十公尺 球形根部能儲存高達十四萬公升的水量 樹上的果實是村民和動物的食物來源 鏤空的樹幹還能當作遮風避雨的地方 這些龐大的樹木如果一一倒下 勢必對南非環境帶來不小的衝擊 大愛新聞周博線編譯 第三十一屆中區全國共佛 齋僧法會上午在烏日舉行 是佛教界的盛世之一 藉由珠山長老法師帶領信眾送經祈福 而慈藝志工連續七年參加 也把握姻緣宣導愛護地球的理念 提供了環保碗筷 並且協助資源回收分類 莊嚴唱頌佛號以虔誠心感受佛陀慈悲 近六千位出家師父及上萬名信眾共同祈福 國泰民安是最重要的 希望這個社會大家平安快快樂樂 共佛摘僧法會氣氛祥和 慈激志工不缺席 同時邀約社區民眾加入宣導環保理念 在現場供應能夠重複清洗的茶杯及碗筷 愛護環境 身體力行 廢棄物清楚分類 早餐用完了 但是有這個塑膠袋就可以回收 我們就等於 還有這個 這個也是飲料杯 盡量把垃圾減量 珍惜地球資源不分你我 這場祈福法會引領民眾 廣直福田 進化人心 大愛新聞 國寧萬光輝 台中報導 慈激馬來西亞親子班 利用慈善日的活動前往慈激照顧戶家裡頭打掃 透過親身投入 除了散播溫暖與愛 也從中體會到健苦之福的道理 藉此啟發不論是大人或者是小朋友的善念 親子班這堂課不再是靜態課程 父母與孩子跟隨八生這些職工 到照顧戶家協助打掃 媽媽 沒有水 開心 因為可以幫到他們 希望我能幫到一些什麼這樣子 因為在我們生活 我們可能都不會接觸到這樣的環境 走入社會暗角 孩子付出中更能體會父母的辛勞 我的家裡有得乾淨 然後因為媽媽和爸爸一直打掃 幫他們幫爸爸媽媽一起打掃 除了孩子 第一次參與慈善訪式的家長也有所感受 貧窮的家人就是好像沒有人去關心他們 他們就放棄這樣 我的感受是是這樣 所以我們要去關心他們 讓他們不會有那種放棄的那種心態 付出不只是給予 更多的是參與者的內心成長 大新聞劉海倫帶回答馬來西亞報導 什麼樣子的暑假生活過得最有意義 來看看在慈濟 中國大陸江蘇省的無錫環保教育基地 首次舉辦為期兩天的親子夏令營 活動內容有在室內製作小點心 學習用餐禮儀 也走到了戶外做環保回收 讓親子感情加溫 同言同語描繪心中的美麗家園 還要走出戶外身體力行環保小健兵 家要讓親子一起做點心 還要學習用餐禮儀 教我小朋友文明禮儀 這樣對他們的成長會有很好的幫助 平時因為我們父母都比較忙 在這方面沒有專門的教育 我把我跟孩子鬥智鬥勇 那我把孩子跟我變成了 在一個對立面上了 我們需要站在孩子的身後 或者是跟他一起 支持他 鼓勵他 當對立轉化成鼓勵 感恩與幸福就在親子間凝聚 大海新聞 珍珊美職工 毛文斌 葉月榮 陳錫紅 江蘇報導 再來看到四川成都的水患災後 清掃工作依舊持續 這個週末的培訓志工共休日 大家臨時把課程調整成為志工體驗日 一大群人來到了懷口鎮上 幫忙民眾或者是店家清理污泥 雖然前一天已經打掃了 但緊鄰陀江的懷口鎮仍然滿部淤泥 週末恰逢四川的志工培訓 大家把原本的靜太客 改成了志工體驗 第一眼看到的時候 都有一點不想走進去 因為那個淤泥真的是很深 而且很臭 我覺得那會兒都頭暈了 但是後來和家人們一起進去了 然後幹起來的時候 反而很歡喜 然後看到自己能夠清掃得那麼乾淨 家門一共同組就覺得很開心 我抱著一個感恩的心 感恩靈力 感恩身邊所有的人 我們今天不想別的 就想把街道打得乾乾淨淨的 把這個災後的損失 降到最一天了 多日的豪雨讓店家很民宅 損失慘重 有些人家裡的淤泥甚至有一公尺高 志工得廢酒牛二虎之力 才有辦法把壞掉的家具請儲 裡面是一個孤寡老人 它裡面的那個屋裡面全是淤泥 床 書桌 還有什麼灶台 這些廚具 這些全是淤泥 那裡面比較悶 也沒有電 比如說又沒有空氣 黑黑的 我們就用師傑用手機照著電筒 我們在裡面去 現在一次就一次 感覺就連洗禮我們的行李一樣 看到志工賣力的付出 這家鞋店的老闆也想幫忙 但前幾天不小心摔傷了 只好雙腳綁著塑膠袋 掠盡民力 前幾天下雨 雨很大 我騎車等十三樓 那個電三樓 它的刹車水淋過就十零了 十零我原來彎道上 轉彎的時候 就直接甩翻了 知道嗎 結果下面很長一口子 知道嗎 流了很多血 因為有了這種事 你不可能不在打針 對不對嘛 因為大家都打針了 我這兒就整齊也是個 所以只有帶傷來堅持 對不對 在大災大難面前 你們表現出的這種不怕髒 不怕累 是不是啊 不怕苦的精神 令我們非常感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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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工的辛苦付出 在領導的感謝聲中 算是得到最好的回報 心靈也因付出而滿足 大愛新聞 葉平 張勇 四川報導 環保觀念要從小培養 在花蓮所舉辦的人文科學體驗營 讓孩子們暑假不空過 透過闖關 引導這群學生 學習環保的正確觀念 並且落實在生活當中 小小的空間隱藏著許多 消耗能源的怪獸 小朋友化身搜查員 一一揪出他們耗費了多少電力 人氣機的數量是多少個 200% 原本習以為常的事情 卻是造成天氣越來越熱的原因 花蓮磁青與教育功能團隊 設計人文科學體驗營 讓一到六年級的小朋友 在趣味中學習 隨手關燈 電波上路開大久 我把它關掉 穿不到的衣服從底下剪開 再打上漂亮的結 變成環保袋再次重生 你覺得可以做什麼 減少一些塑膠袋 保護地球 透過食衣住行四種不同的面向 去看自己生活中存在的一些環保疫情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延續物命 然後節省資源 平 換 換 時間 一 三 五 七 生活小細節各有學問 學會保護地球的方法 落實生活 人人都是環保小健兵 大新聞線上鄧米怡 花蓮報導 花蓮慈大附中 國中部以及國小部的學生 前往韓國進行學術交流 參訪韓國的EBS教育電視台 台長的熱情感染大家 花蓮慈大附中 花蓮慈大附中 學生參觀EBS韓國教育台 台長 花蓮慈親自導覽 除了攝影棚 簡介室 一般參觀者不能進入的主控室 也特地開放讓同學參觀 我們主席中學生 只有我們能進去這個空間 花蓮慈大附中 學長幽默又風趣 甚至讓同學實地操作機器 準備 閉嘴 準備 今天看到說原來 這邊電視台是很活潑 然後之後很快樂 它會讓你是實際的去看 實際的去摸 然後去體驗一下那個感覺 EBS韓國教育台是國營電視台 2014年與大愛台第一位姐妹台 肩負社會教育的功能 同樣以進化社會為責任 學生實地走一趟 更能感受到電視媒體的活力 在新聞之上美之工徐明堃 陳學美韓國報道 入稔 電視 naught 顏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大爱五件新闻 感谢收看 祝你有愉快的上午时光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